本片为直播教学转图文版 详细说明请至直播分类观看 大家好 今天9月22日 这里是埃及投资客日记直播的频道 今天讲破解房地和一方片尾 主题是晋级的投资客 会员频道服务简介免费版 普通版vs疯狂版 为什么大部分的人定无法成功 我们似乎都定了要去为别人工作 为什么呢 因为大部分的人内心中是渴望被别人帮助 跟社会打造永远都是被动跟等待 这不能怪你因为你从小到大身边所有的人事物 构成了你现在的认知 那我想问你是否曾经感到迷茫 没有方向 经历了无数的竞争 你终于脱颖而出赢了 贺成交 那你为什么还会感觉迷茫失落 没有方向 赚太少 为什么你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 包括我在内都曾经迷惘 简单来说 你不是主动探索的人 你就是希望别人帮助你决定 从小家人就告诉你 认真上班才有美好的未来 那什么叫做美好的未来 他们没有告诉你方法方向 于是你就习惯了被别人安排 叛逆 闯获失败被打 还有不断的失败 勇于尝试 只存在你的心中 但是你缺乏勇气 缺乏自信 缺乏方向方法 让你变得平庸 一世无成 无尽的失落感 在无数的夜晚 向你席卷而来 你读了那么多书 却不知道自己的专长是什么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你每天忙得跟狗一样 却连出国的时间都没有 这是你的认知有限的结果 你永远无法与成功有关 因为成功的关键 在于你找到自己的专长跟方向 有些专长是无法透过补习班 或者是学校去培训跟复制的 如果学校社会补习班 可以培训你 那也可以培训出其他人 最后你们会变得一样平庸 所以你要找到自己的专长 就必须找到你的兴趣 跟热爱的东西 这是这些年我的体悟 不是盲目的追求 当下的热门事物 别人说什么 你就去干什么 最后套牢 这就是你迷惘跟遗憾 跟没有方向的原因 韭菜 这根本不是方向 是韭菜 原因是 我们盲目的追求热门投资 哪个投资适合你 哪个方向适合你 你自己都不知道 也没有方向 你要如何获得更好的未来呢 如何判断 用心 如何判断 这是你热爱的事 就像我们不买房 会全身不舒服 很简单 就是别人觉得很困难 但你觉得很容易 像玩游戏 这就是你的天命 或者说你热爱的事 比如说 像我们买房子 就跟喝水一样 就像呼吸一样容易 就是我的天命专长 你说会累吗 当然会 但是只要有房子可以买 我们就可以看24个小时 其实不用看就买了 眼睛会累 身体会累 但是精神不会累 所以我们可以一直买下去 所以对专长来说 你需要一个像师傅一样的教练 来指导你 晋级的投资客欢迎你 真正的教学 都是口传心受 真传只要一句话 大到至简 假的会有很多步骤 也就是说 假到有万卷书 让你永远学不会 如果你现在感觉有困难 有迷惘 有问题 看不懂这个世界 在玩什么 你想要理解这个世界 脑袋想要装一些新的认知的时候 我想我们可以做这个世界上 最后一个相信你 跟鼓励你的人 我把自己踩过的坑 见过的风景 我们都把它总结出来 我把学校永远不会教的 逻辑技巧方向 放到我的 晋级的投资客会员频道里面 目的只有一个 改变你的思想 让你变成有成长思想的人 脱离NPC的人生 我向你保证 订阅会员频道 一定会让你更坚定 去改变自己 如果你想在2023年 开始改变我的晋级的 投资客会员频道 必须订阅 报告完毕 以上 是免费版 正常版 普通版那现在讲疯狂版 什么是疯狂版呢 就是不用念稿的版本 那 那稿谁写的 害我念的很累 你订阅会频道 想得到什么 钱 就向你问 股票可不可以买 房地产可不可以买 很简单吗 你就是要赚钱 那怎么赚钱呢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就是没有草稿了 就是疯狂版 疯狂版就是 跟着感觉走 就是 管你喜不喜欢 听我讲我的 嗯好 以下刚刚想的 不要怀疑 那我现在讲疯狂版 跟免费正常版 就是讲会员频道 跟免费版的差别 晚上好 你好 你好 那 我想想 差别在哪里呢 我举一个 不动产的例子 你就会了解了 首先 大家都知道 房地和 E2.0改版的一个方向是 改掉了两个功能 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叫做土增税涨价数额 只能报公告限职 跟一个公司户炒房分离课税 那以往我们都讲 房地和E有五种结税方式 讲白话文 其实有五种破解方法 就是有五种让你省钱的方式 其中两种在房地和E2.0被关闭了 土增税涨价数额呢 你需不需要去 做装潢不需要 你只需要在搅土征税的时候 勾 我要缴税给地方政府中央 不能再课税 我要缴税给地方政府 一税不两扣 然后就缴给他 说你的土地涨价了 多缴 他有两个栏位 第一个叫做 普通的涨价数额 公告限职的涨价数额 税最低 另外一个就是 你要缴多少都可以 多缴 这个就可以缴20% 缴完变成免税额 用来打掉房地合一的45% 假设你今天赚100万 那你就会被课45万对不对 举例 你要土增税涨价数额 就可以省25万 你说订阅会员频道 1200元有没有值得 当然是有 因为那些年 大量的投资客 都是这么合法结税的 你不知道有这个讯息 你不知道有这个功能 你不知道有这个方法 你不知道有这个技巧 所以你就去缴了45万 你就亏了 韭菜无所不在 或者说你少赚了25万 这个需不需要 有任何的技巧 不需要 只要你在报税的时候说 你要缴给地方政府 多缴土增税就可以 因为房地合一的扣除额 是你的净价 减你的成本费用 再减掉 最后 减掉的一个叫做 土增税涨价数额 就是缴给地方政府的税 多缴 接下来再去乘以45% 所以你缴土增税 可以缴20% 后面就没有45% 税制原则 一税不两扣 这是合法的吗 答案是合法的 在于你知不知道会不会做 市面上 当年95%以上的代书仲介 都不会做 我没有骗你啊 你去问10个 有9个不会做 合法的吗 合法的 那有些人会说 这样是不是使公务员 等在不时 那是你的无知才会这样想 它本来就是存在的功能 只是没有人用 有哪个傻子 在房地合一 还没出现之前 会去多缴税给地方政府 脑子进水 你是不是 缴最低的土增税就好 涨价数额的最低 公告限制的最低额就好了 你会去多缴钱给地方政府吗 不会 那为什么 要多缴钱给地方政府 因为你要打掉 房地合一的45% 你要用土增税 你自己缴给这个地方 政府20% 去打掉45% 你就可以省 25% 什么事都 不用做 是真的只是 大众都不会结税 只要在报税的时候 写土增税涨价数额 我家的土地 我就是想缴税给地方政府 可不可以 我爱我家 可以地方政府打开门的 欢迎你合法的 这样听懂了吗 如果你订阅会员频道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有这个功能 花名又一村 你就会省了 谢谢你为国辛劳 25% 你赚100万 就会省25万 你赚1000万 就会省250万 这个就叫会员频道的价值 这样有听懂意思吗 法人的部分分离课税 什么意思 以前 有些邪恶的有钱人啊 有钱人都是这么干的 把房子买来 挂在公司名下 然后呢 直接换公司负责人 要不要缴税 连房地合意都不用缴 为过户免税 当然 这个是现金买会比较适合 就不用管贷款 有所谓的 贷款必须先图销 才能一转 有钱人是用现金的 所以没有所谓的贷款问题 那就是 可以挂在公司名下 直接设立一个 人头公司 挂在底下 然后呢 有人要买的时候 换负责人 缴税是零 为什么 有钱人没有在缴税的 因为换负责人的时候 主体是公司 房子有没有转移跟过户 内政部跟经济部不连线 没有 所以有钱人都这样子结税吗 对一块钱都不用缴吗 对 但是政府发现了 所以就把这两个功能改掉了 如果那些年 有这个会员频道 你可以省多少钱 你是有钱人 缴税是零 你不是有钱人 赚一百万 可以省二十五万 你说它的价值在哪里 就在这里 这样听懂了没有 这个能不能 在免费版的频道讲 不行 因为一讲出来这个功能 马上就会被政府发现 大家就会大肆的宣扬 然后大家都在用 会提早将它的寿命消失 所以这两个功能 有没有人大肆的宣扬呢 没有啊 当然也比较少人知道 所以它就在房地合一 施行了超过五年之后 才被锁起来 所以那些年 我们从来没有缴过 百分之四十五 你缴过 就是丢投资客的脸 你缴到百分之四十五 是你的无知 的这投资客 是你没有订阅会员频道 去省钱 就是这么简单好不好 你有订会员频道 就不会有这个事 当然那些年 没有会员频道 我是举例 如果那些年 我有开会员频道 是不是千千万万个 你这个投资客 就可以省到 这笔钱呢 而且有一些操作的 一个思维模式 都会放在会员频道 比如说 会员频道 跟免费频道的差别就是 比如说我跟你说 你跟你同事的差距 是在下班后的八小时 但是 这是免费版的讲法 收费版的讲法 是八小时之后的八小时 你必须去开网路卖场 比如说 Yahoo露天虾皮 随便你去找东西卖挂着 在你睡觉的时候 都有收入 你每个月 就可以多赚好几万 这好几万 就是你睡觉的价值 有没有感动 这就是你超越同事的部分 就是会原版 跟免费版差别的讲法 这样你有了解 免费版会告诉你下班后的八小时 但是会原版就会告诉你方法技巧 除了这八小时要提升你自己之外 你睡觉的时候 在你睡觉前要把各大卖场商品上架 都开好去找东西 挂在上面卖 你要做销售的行为 在你睡觉的时候 订单要成交 然后你要提早起床按出货 然后就会产生单号 到71去计货 这样你有了解这个流程了吗 所以你是24小时都在 赚钱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订阅会员频道 我就会告诉你 你跟你同事的差距就是 下班后的八小时 再加上你睡觉的八小时 每一分每一秒 都在超越你的同事 所以 有些同事告诉你 他要去追寻 是与远方P啦 他是照我们的步骤 不用上班了好吗 这样子你有了解会员频道 和免费版的差距了吗 会差在哪里了吗 当然 还有一些投资的部分 投资的想法思想 会放在会员频道 但是 我必须告诉你 不要抱太大的期望 没有名牌这件事情 有的话我自己买 会员频道不会给你名牌 不要浪费钱去追寻名牌 这个世界上没有名牌 只是说 我们做的事情是几率 就像你下班后的16个小时 都在干你同事不愿意干的事情 他在喊累 他躺在床上 还在那边追剧 然后跟你抱怨老板的时候 你在那边Po网拍 在那边卖东西 在那边搞直播 被骂被酸 最后赚钱了 或者是在那边做什么 额外的收入的时候 你是不是你的可能性 成功的几率暴增 超越他的可能性 就变高了 对 韭菜很容易累 天天喊累抱怨 为什么 韭菜有劣根性 仇富性坚妄症 因为上班8小时 你只能做公司的事情 这样 你有了解差距在哪里吗 你有了解免费版 跟进击会原版的 这个指导 你差在哪里吗 就是差在这里 可以帮助你省钱 给你一些方向 到法术器 一次满足 好 就是这样子 今天就播到这 晚一点要录 这个正常的直播了 今天的会员频道 介绍比较久 15分钟了 要下线了 希望对您有帮助 每个月1200元 觉得贵不要定 因为我根本不差1200元 差12亿金主 好 就这样 拜拜 本片为直播教学转图文版 详细说明 请至直播分类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